視覺OPEN 你的功力還差RS一節呢 欸 404 了 我說錯話了 對不起 讓我東西進去 REPOR裡面找一下 為什麼沒有發佈出去 不知道為什麼 好 好 我們今天的結果就是多加了一個Github 那我把就是目前 找得到的一些檔案 就全部都卡密上去 包含了就是剛剛那個圖案的原始檔 然後還有投影片的 我們當時的投影片 然後遊行的一些製作物 就全部都丟在上面這樣子 那讓如果有其他國家的人 就是接下來也要做類似的 像是一些旗幟啊 然後 那像是 一些 就是 扛棒啊 什麼什麼的 那他們就可以直接來這邊翻 我們過去曾經做過的東西 那 好 那我現在正在研究就是 就是做韓國版 就是我正在做的是就是 就是先拼韓國的圖案出來 那我就發現 遇到了一個就是很困難的問題 就是當你搜索韓國的時候 然後 KOREA 然後我再找SVG 為什麼一直切不到中文呢 KOREA KOREA 然後我就發現跑出來的東西 是一個非常陌生的圖案的 就是大家印象中的韓國長得是這個樣子嗎 然後我把它疊樣去就覺得就是 其實認不出來它是什麼地方 對啦 然後就想 其實台灣是 台灣的行眾是蠻有辨識度的 那日本應該也是蠻有辨識度的嘛 但是韓國 然後 對然後剛剛就是Dennis OSM的Dennis就問我 那如果把德國跟法國放在一起 你分得出來嗎 然後還有波蘭 然後大家都長得好像 對就是 欸這個設計 這個設計概念好像有點盲點在這 好沒關係我們再來克服 好就這樣 我很期待你接下來會說什麼金句 你有想要等的嗎 沒有 到時候我要傳到Random 就是有一個影片是 欸什麼什麼老師我現在傳不起來 是一個腋下老鼠的歌手 然後他說林靜傑什麼感受飢餓 你跟人說感受飢餓 就在把你吃淘寶的白癡喔 他講的話 他那個語氣很像 我到時候傳到Random 我能夠投票就是把佩德換成RS嗎 好接下來是由 去Paul Sky L